我们所得到的恩赐是神的装备,用来帮助我们在信仰中成长 当我们找到了神赋予我们的恩赐和能力 我们就知道自己如何才能更好侍奉天父 圣灵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在生命中完成神的旨意 我们快乐生活,也在快乐中分享基督教信仰 今天的影片分享关于属灵恩赐的五个错误观念 在这之前,请记得点赞、订阅装备生命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继续收到最新影片资讯 谢谢 关于属灵恩赐的五个错误观念 一,能被看见的属灵恩赐比较有价值 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在当时教会的背景下 使用各种属灵恩赐是为了团结的缘故 讲道与领导的恩赐确实比其他侍奉更能够被看见 但每项恩赐都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谁的恩赐比较好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的更高的恩赐 并不意味着对上帝有更多的价值 或更加重要,是让人更清楚地看见上帝的救恩和他的荣耀 我们必须明白,每一个恩赐的目的,都是指向上帝的爱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节说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权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因此,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教会必须珍惜,栽培并提供让各种恩赐发挥的空间 我们需要帮助者,管理人员,祈祷战士,资助者,鼓励者,计划者,传教士,有远见的人和老师等 2. 属灵恩赐只能在教会的侍奉上被发挥 在新约中,谈及属灵恩赐的篇章多半都是写给教会的 这不代表属灵恩赐只能在侍奉的领域被发挥 恩赐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可以扩展至教会以外的领域 例如,家庭、学校、职场 因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事工 让人皆有我们的恩赐看见上帝奇妙的工作 3. 不同领域的恩赐,最好分开服饰 不同教会对于属灵恩赐的看法不一样 相当讽刺的是,保罗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醒过信徒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节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偏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得博一般 尽管不同的基督教社区在教义和实践上会有分歧 但这些差异不能让我们忘了我们有共同的使命与目标 而实践属灵恩赐或行神迹其事,并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靠着圣灵的帮助,不同恩赐的群体,仍然可以一起服侍,我们也应该竭力如此行 属灵恩赐不一定与我们的属灵成熟度有关 圣经教导说,教会中的各种恩赐被赋予不同的人,展现了多样性中团结,与合一的美 每个属灵的恩赐都是独特的,并且具有其自身的性质 但是每个属灵的权利都必须通过实践,学习与努力来操练 然而属灵恩赐可以经过操练变得纯熟,却不是培养一种技术 而是应该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更明白自己的呼召 进而活出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5.属灵恩赐是一种直觉式,个体的运作 圣经并没有明确地解释,信徒要如何发现自己的属灵恩赐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如何分辨,并且发展属灵恩赐 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教会群体的帮助 我们可以藉由彼此的观察,看见自己的各种可能 属灵恩赐不是直觉式的反应,或仅仰赖个体的运作 而是在彼此服侍中,能发挥最大的效益 圣经教导基督徒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成为神所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以福所书4章11-12节说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